大家跟講了中國發財事件已經是世界第二年 但是我覺得是第二代價格 就是中國它有一個特定的條件 中國有十幾億人 剛才我提到的 還有那麼多還在一個 陸線或者在基本生活化妝的條件下 還想讓他們富裕起來 能生活得更好 結果我們還有很多公路要請說 這是第一個 要我認為我們根本談不上的威脅事件 也不是成為一個別人看的很恐惧的中國 因為中國從來不會發出戰爭 只有戰爭才是最大的恐怖 如果我們把自己最好的產品送上世界 這是一種最美好的對世界的貢獻 所以我覺得中國根本不存在這個世界的貢獻 我覺得中國以為世界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就是這改革太貌四十年 並不僅僅是我們中國人獲得了生物 我認為世界也獲得了生物 有種既然會有iston 這改革太貢獻 냄法人多無恥 你可以找到